我們來看看 因為畢竟在一些雲端服務上 您就找不到什麼 中文字型嘛 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小驢子 小驢子就把它打開 那如果你需要中文字型 你可以到哪裡去找 我們下面老師要幫你準備 有沒有很多 對不對 一般在台灣最常用應該這個 好像是中原大學還是哪一個大學的 那個王漢中教授的 他有那個免費的字型 你也可以下載 那其他的 事實上也有蠻多的 你可以去找找 那因為我們這邊 各位就算下載也不能安裝嘛 沒有權限 安裝字型要有管理者的權限 所以你可以回去試看看 那我先把小驢子打開 好 小驢子打開之後 你看右上角 我們剛剛講他是MIT的對不對 台灣製的 其實他有蠻多不錯的一個功能 比如說你想用這樣的字型 我就把它點一下 好 進來了 那進來了之後呢 你就多多兩下 好 在這邊 你就可以找自己電腦裡面了 只是我們這邊沒有什麼 太多字型可以選擇 好 這裡 好的 那字句啦 行句啦 這個應該大家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比如說我給它寬一點 好 那你確定一下你的這些邊框啦 顏色啦 都是OK的之後呢 當然大小你可以自己改變一下 好 自己改變 好 看你要多大 就是這張圖片的 好 那重點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底下還是有個白色的 這個當然不行 對不對 所以要把它眼睛關掉 你就會看到這個 這就代表透明了 透明了 所以我們來這邊儲存檔 你再按一下儲存 重點是什麼 欸 又來了 好 反正我放到我自己的資料講裡面應該可以 重點是在這邊 請問JPG可以嗎 JPEG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要哪一個 是PNG 對 而且要32位元 這很重要 你如果這個就等於沒有 好 一定要32的喔 好 那我就給它一個 OK 那麼現在好了之後 按存檔 可以了 現在呢 我就可以回到我的這邊來 回到我們這邊 你就從右手邊圖片 有沒有一個上傳 對不對 你就可以上傳自己的 我桌面上的這裡 好 找到它了 請問有沒有去背 蛤 這樣啊 有沒有就自己進來的 只是它當然就不能做什麼 就軟體裡面本身針對文字動畫特有的一些 屬性做 因為它是圖片 好 它是圖片 可是 這樣子至少可以先解決你 有關於就是字的問題 好 字的問題 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跟各位提到說 PNG那麼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樣子 很抱歉 你就沒有辦法做自己的 對吧 那你可以順便試一下 我們這裡有個東西 你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這裡 往下走 有沒有免費的影像影片素材 你今天 如果它官方提供的不夠 你想要增加一些自己的 怎麼辦 你可以用這兩個關鍵字 這裡有PNG跟SBG 我們剛才有提過的 你可以用這兩個關鍵字 這也是我部落格的文章 你用這兩個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去背好的圖片 好 去背好的圖片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要跟各位介紹 是下面這個 OpenClip Art 這個也是很特殊的 線上向量的圖庫 各位Office都有用過叫做美工圖庫 是不是大部分 就是放大縮小不失真 這邊也是一樣 好 也是一樣 對了 順便玩弄跟各位介紹一下 您進來之後 右手邊不是都有一個筆記欄嗎 好 您可以在這邊寫筆記 寫筆記 然後按確定 這樣你的筆記就跟教材在一起 好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空間比較小 你可以先把右手邊的筆記欄藏起來 這樣你就有比較大的範圍 好 那你進到這一個 你的網站呢 你可以來這邊 這裡 直接點進 這是一個介紹的文章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 好 你找到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關鍵字找 好 你就找找看 Menu Christmas 好 其實有很多啦 真的可以找到一頭拉股 假設你要這個 你就把它點進去 好 有這個 那你看 它可以選擇你直接下載成PNG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下載成SVG 在這邊 這裡 有沒有SVG的 好 甚至呢 你要更大解析度的 你也可以把PNG 直接告訴它你要的圖片寬度 它就送給你了 就自動幫你產生給你 而且它還可以在線上直接編輯 比如說這個我不是很喜歡 有某個東西我不是很喜歡 我先進去編一編 編成之後 我雖然沒有像量軟體 像什麼 以拉錘的啦 我就在上面先解決了 這也是它的優點 也是它的優點 不過現在loading比較慢一點 我就先不進去啦 我還是先出來 我就先下載一下 你看要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download 然後有沒有發現 預設的這個是什麼格式 是不是SVG 既然是向量的 放大縮小會不會施針 當然不會啊 所以我馬上來這裡 HDD這邊 你就可以來找一下 上傳上傳 一樣是這個 上傳 你看它有沒有支援SVG 如果你有這種格式 當然我會建議你用這種格式 是比PNG再更好一點 因為你放大縮小不施針 所以我到下載這邊 找到它了 傳上去 有沒有就進來了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今天你只要會找 圖庫 會找一些素材 即使雲端服務連沒有提供那些 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做 這樣就會更符合你的需求 OK